好了 问一下马先生 美军强化最新的毛河顿解放军怎么应对 解放军的应对就是攻防兼备 你别看美国在阿拉斯加往加利福利亚州那里打 它只是一个几千公里 几千公里和中国和俄罗斯那种洲际导弹是完全没关系的 其实它在阿拉斯加部署的一定要在接近实战成功的试验之后 它会前移 移到什么地方 移到第一岛链 不但是第二岛链关岛 而且移到第一岛链的台湾 也许是日本冲城或者是韩国 它这样就是把整个东北亚地区 俄罗斯 朝鲜可能有的和中国一定有的导弹 希望把它消灭在飞出大气层以前 所以中国对它的应对也是很简单 有些网友所说的 打它的潮 谁要是敢把这个本土让给这个美国做这个中程导弹反导的这个基地 那中国的这个导弹就瞄准这个地方 你要付出这样这个重大的民族代价 第二个 还有就是核潜艇要逼近美国的西海岸 让它防不生防 我会从这个地方 计品を使用你的 moved